大家好,昨天的克里米亚大桥预袭,俄总统普京也发表了电视讲话 俄总统普京表示,基辅政权在克里米亚大桥上的恐怖行径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对人民十分残忍,平民被杀害了 基辅对海上无人系统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将负全部责任 为遭受恐怖袭击的女孩,俄罗斯将提供必要的援助 我们将继续支持对女孩的医治 克里米亚大桥的修复工作应立即开始,以便迅速恢复其全部工作 因为大桥暂时关闭而陷入困境的民众,我们将提供全面的帮助 普京指示所有发生事件必须要进行细致的调查,等待改善甘地区的安全建议 普京也指出,桥梁支架没有损坏,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库斯努林,他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铁路部分的施工正常进行,没有轻微损坏 桥梁支架也没有损坏,但克里米亚大桥的道路部分其中一个斜跨必须进行修复 到今天为止,桥上的汽车行驶可能会部分恢复,单向通行 克里米亚大桥单车道,双向交通将于9月15日恢复 已经确认了修理,克里米亚大桥到9月15号,也就是两个月左右 双向通行,那么桥入口处目前并不拥堵 汽车都停在固定的停车场,没有上桥 这是安全委员会昨天发布的消息 昨天安全委员会也在现场进行了调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昨天的调查视频可以看到 这个大桥现在呢,一个斜跨桥,一个斜跨 是完全移位了 完全的移位,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整个的桥 桥梁底下的桥墩并没有受损 可以看到,这是桥下部 拍摄的照片 桥墩并没有受损 爆炸的冲击啊,对这个桥的 桥体可以看到 受损有限,但是呢,不影响整个桥梁的支撑 非常清晰 这个爆炸的威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啊 目前这个火车啊,可以继续通行啊,但是汽车呢,已经不能不能通行了 俄罗斯方面呢,也公布了 这个大桥的卫星照片 受损 大桥卫星照片,可以看整个 斜跨呢,进行了移位 啊,所以必须更换这个移位的 桥梁 美国方面呢,也对克林亚大桥 预袭呢,美国方面呢,也发表了看法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说,美国正在监视局势的发展,乌克兰自己决定如何进行军事行动 这是美国对克林亚大桥 事件的回应 那克林亚大桥预期事件呢 现在已知的情况,从7月17号凌晨开始,在连接克林亚半岛 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克什海峡 发生大爆炸 这次恐怖袭击呢,是由乌克兰 安全部门组织,使用的是海上无人快艇 那桥的 汽车通道啊,一部分的斜跨呢,被摧毁 无法修复,大桥的铁路目前,铁路交通受轻微损坏 交通于当地时间上午9点已经恢复 袭击中呢,已经确认有两人死亡 他们来自于比尔哥德州,一男一女 夫妻,他们的女儿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抢治 呃,总理 呃,副总理 呃,副总理 库斯努林,呃,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的修复啊 车道修复呢,需要 至9月15日 初步估计,啊,桥柱 并未受损 潜水员已经完成了水下检测 赫尔松,扎布勒州,以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宣布 主要的高松路不会实施限制宵禁 所有的交通都可以自由通行 罗斯托夫州的检查站准备全天候运行 为了避免前往克里米亚方向排队 杜伦过境点也再次开始运营 检查站的检查包括 呃,护照啊,以及车辆的检查 但是呢,所有的检查进行了简化 方便 游客啊,和人员运输 那么紧急情况部呢,还成立了区域间的协调办公室 快速解决过境问题 呃,昨天呢 在克里米亚北部啊,在这个格尼奇斯克啊,梅里托贝尔格尼奇斯克到詹科伊这个方向可以看到 昨天出现了拥堵 这个拥堵呢,情况说明 从詹科伊方向去往梅里托贝尔 也是出克里米亚这条线路呢,出现了拥堵 大量的克里米亚当地的百姓撑车啊,离开克里米亚 也说明当地的老百姓呢,对克里米亚大桥受损 十分担心,所以选择先离开 俄罗斯方面呢,现在正在稳定啊,稳定克里米亚的信心 那这次袭击呢,从现场的照片也可以看到 呃,爆炸呢,是在桥下发生 而且爆炸的威力非常强大 那使用的是无人快艇 目前乌克兰官方呢,没有承认啊 但是实际上俄罗斯方面退出了黑海粮食协议以后呢 乌克兰就发动了这次袭击啊 主要是因为这个黑海协议 6月26号以来呢,乌克兰当局和西方并不遵守俄罗斯提出的 黑海协议相关的要求 所以使用这个民用船只携带这种军用的无人快艇 对克里米亚进行攻击 船只呢,实际上是从舍岛方向发射的 俄罗斯方面呢,也公布了卫星照片 这卫星拍摄的啊,克里米亚大桥 使用的无人快艇啊 这是俄罗斯方面公布的舍岛方面啊 发现的无人快艇 由于黑海协议呢 实际上俄罗斯方面呢 他允许乌克兰呢,通过奥德萨 向伊斯坦布尔方向 运送这个粮食 但是这个民船上面呢 可以搭载军用物资 乌克兰方面呢 秘密的通过舍岛 在舍岛进行训练 卫星图像显示啊 在克里米亚大桥爆炸的16号 7月17号爆炸 在16号的23点54分 卫星图像拍摄到了 位于舍岛东南75公里处 看到吧 东南75公里处 前往克里米亚海岸方向 有4个高速移动的物体 被俄罗斯的 SENTIENL-2LEC 卫星拍摄到 4个高速移动的物体 在舍岛 东南75公里处 那这次拍摄的 4个高速移动的物体呢 实际上呢 就是攻击 克里米亚大桥的 乌克兰的无人快艇 俄罗斯方面已经公布了卫星图像 那可以看到是4艘无人快艇 攻击克里米亚大桥 4艘无人快艇 他们是利用舍岛作为中转基地 另外俄罗斯方面还发现 在克里米亚附近 约300多公里处发现了一架 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 但是现在俄罗斯判断的 这架全球鹰无人机 对操控这个无人快艇非常困难 因为距离太远 那么很有可能呢 这个无人快艇使用的是 类似于星链卫星的定位系统 可以长距离 远距离这种遥控 而不受俄罗斯任何电子干扰 所以现在来看的星链卫星 它确实是在乌克兰方向 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军用化 由民用卫星变成军事卫星了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全世界都要注意 美国会利用星链卫星 它的军事用途 对民用目标击打击 那么从舍岛出发以后呢 所有的快艇 在克里米亚南部地区 进行了折返 前往克里米亚大桥 可以看大致的一个路线 这是目前俄罗斯方面公布的 最新的一个细节 克里米亚大桥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的防御 现在是比较薄弱的 俄军现在没有更好的方法防御 特别是水面 水面 这种高速艇 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袭击 俄罗斯方面没有很好的方法防御 那么俄罗斯联邦 外交部呢也发布了声明 将终止黑海协议 俄罗斯联邦呢发布的声明是 2022年的7月22号 差不多一年前 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的两项相关的协议 关于乌克兰向俄罗斯出口食物 河安海洋倡议 以及俄罗斯联合国 关于乌克兰农产品出口正常化的帮助 俄罗斯当时呢 黑海倡议签署 一周后就启动了相关的协议 然而这些合同的执行结果 却令人失望 与对外宣称的人道主义目标相反 乌克兰的粮食出口 立即转为商业用途 直到最后一刻 才只在服务于基辅 及西方盟友的狭隘的自私利益 俄罗斯与联合国达成的 备忘录没有得到执行 俄罗斯银行、保险、运输物流 备件供应和外国资产被彻底冻结 俄罗斯与联合国备忘录中 规定的五项任务尚未完成 在没有人道主义项目的情况下 继续实施黑海协议 公然破坏伊斯坦布尔协议的实施 是毫无意义的 该协议文件H段 俄方反对进一步延期 他的意思指 撤销航行安全保障 海上人道主义走梁缩小 恢复黑海西北部临时风险区制度 伊斯坦布尔联合特遣队解散 没有俄罗斯的参与 黑海倡议将从7月18日起正式停止运行 只有取得成果 而不是承诺和保证 俄罗斯才会考虑恢复协议 那黑海协议 俄罗斯正式宣布退出 国际粮价大涨 可以看 芝加哥小麦期货 暴涨 3.36% 非常恐怖 但是期货 期货这种暴涨 对非洲国家来说 这个粮食价格暴涨 非洲有些国家来说 会产生粮食危机 另外全球的粮食价格都会上涨 芝加哥的面粉期货价格 竟然飙升到4.2% 一夜之间 有些投机分子 如果提前知道 普京要退出黑海协议 那又是赚的盆满钵满 实际上 芝加哥不光是面粉期货暴涨 其他的粮食 都有大幅波动 这次黑海 这次的黑海 克里米亚大桥遇袭事件 实际上对国际粮件 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那这是克里米亚大桥遇袭的 目前已知的最新的情况 除此以外 在克里米亚的 摩托多瓦方向 也就是基西纳乌 也有最新的消息 俄罗斯的媒体报道了 在摩托多瓦 也就是德涅斯河沿岸共和国 就在克里米亚大桥 遇袭的同一天 德涅斯河沿岸共和国 迪拉斯波尔方向 德涅斯河共产党领袖 奥列格·霍尔山 在德涅斯河沿岸被杀 霍尔山被发现死在 苏克利亚村自己的家中 身上有多处刀伤 当地的警察以及调查委员会 已经列为刑事案件 该部门指霍尔山的妻子 在一个打开的空保险箱旁边 发现了他 霍尔山曾担任德涅斯河 最高委员会代表 在2018年 因对政府官员使用暴力 被判处四年半 霍尔山本人认为 这次判决是政治迫害 此案为政治案件 2022年底 他获释以后 他宣布将重返政坛 7月9号 霍尔山代表德涅斯河 反对派力量联盟 与摩尔罗瓦反对党 公民代表大会 签署了巩固德涅斯河 两岸居民经济 人道主义权力斗争的宣言 这是摩尔罗瓦人民共和国 和摩尔罗瓦 德涅斯河共和国 首次联合声明 与同时政界人士指出 这并不意味着希望 团结该共和国 德涅斯河洋亚共和国的 警察部门表示 7月17日 周一上午11点30分 警察收到信息 居住在苏克利亚村的 一所私人住在内 发现了克尔詹奥列格的尸体 尸体有暴力死亡的迹象 内政部也正在展开调查 并以按刑事谋杀案立案 霍尔詹的尸体在他妻子一个房间中发现 旁边有一个打开的保险箱 但保险箱是空的 保险箱是空的 德涅斯河沿岸的60%居民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苏联接体之前就寻求从摩尔多瓦分裂 担心的罗摩尔多瓦的民族主义会 让摩尔多瓦加入罗马尼亚 就是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合并 目前德涅斯河实际上成为了罗马尼亚北约和俄罗斯争夺的一个新的战场 也就是摩尔多瓦方向 德涅斯河沿岸共和国 这是北约 那么中间都在争夺摩尔多瓦 所以你看在黑海方向 除了对克里米亚的大桥的袭击 对当地的政治力量也在进行清洗 所以整个德涅斯河沿岸共和国 克里米亚黑海北岸地区 是非常复杂的 这是今天关于克里米亚大桥 预袭的最新的消息 那么现在来看 克里米亚大桥预袭 俄罗斯退出黑海协议 将影响国际粮食价格 国际粮食价格将出现大幅波动 未来俄罗斯也将报复乌克兰 也就是说在奥德萨 在黑海附近 可能会有新的军事行动 美国方面 现在一直在沿罗马尼亚方向进行巡逻 14号以来 北约的海军波塞东 2023演习也在罗马尼亚附近进行 在蛇岛附近 乌克兰海军举行了 从船只上发射无人快艇 无人机的训练 俄罗斯的卫星也发现 演习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近海进行 美国的MQ-9A死神无人机连续几天轮流在这个区域出现 但是俄罗斯方面判断 MQ-9不能直接对无人快艇进行控制 因为距离太远 这次演习可能是为了攻击克里米亚大桥进行的掩护 将俄军的注意力吸引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个方向 而在蛇岛这个方向 乌克兰发射了无人快艇 那这是今天的克里米亚大桥预袭的最新的消息 从普京的讲话 以及现在北约方面在黑海方向不断的进行军演来看 未来黑海北岸地区特别靠近奥德萨尼贯来夫这个方向 俄乌双方会有更大规模的作战 特别是海上的作战 未来克里米亚的局势可能会升级 我会持续关注 或许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